卡伦记得自己昨晚完成共生契约后睁开了眼 记得自己亲手将普尔抱起安置在了床上还给他盖好了被子 还记得自己对阿尔弗雷德与凯文说自己的共生契约仪式很成功 但现在不想被打扰需要缓一缓 阿尔弗雷德带着凯文回他房间休息去了 然后自己 尽惯洗是泡澡了吗 而且泡着泡着就睡着了 卡伦有些茫然地动了一下身子 激起些许水声 是的 自己昨晚的最后记忆就停留在坐进浴缸 想要一边泡澡一边整理思路 谁知道竟然睡着了 直觉告诉他 自己这一觉睡的时间应该很长 而且当他自审时 发现自己体内又多出了几股力量 不 不是多出了几股 如果将力量比作基石的话 自己体内原本的那座灵性蓄水池 颜色上变得丰富了很多 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 像是忽然多出了对好几种力量的感知 它们是那么的陌生可却又是如此的熟悉 相对应的长时间睡眠 可能是为了将这新改建的水池重新蓄满水 对此 卡伦早就有经验了 因为以前修习术法时经常把自己修炼到透支 这时卡伦发现自己所处的浴缸里 水竟然还是温热的 不是泛凉的些许瘟疫 而是很适合泡澡的那种热度 拘起一些水放在眼前 卡伦竟然在水里面感知到了一股光明的气息 所以 自己睡觉实体内还会自行运转出光明的力量 来帮自己保持水温吗 呵 卡伦笑着摇了摇头 也挺好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泡澡时睡过去感冒了 从浴缸里起身 拿起毛巾擦干了身子 卡伦将衣服换上 洗漱时 对着镜子 他发现自己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不是容貌上的变化 当然 自己容貌上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再继续改进的了 变化在自己的气质上 虽然整个人依旧看起来很年轻 但身上却透着一股子的沉稳 如果用卡伦比较熟悉的方式来形容 那大概就是 儒雅 如果换上一身神袍 去教堂里 就算自己看起来很年轻 但信徒们应该会认为自己是心掉刃到这里的神父 这应该是光明的力量带给自己的改变 卡伦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一直有些不习惯于自己的年轻 如果能让自己被感觉更沉稳些 他是乐意的 走进卧室 卡伦发现床上没有普尔的身影 他也没急着走出去 更没去按床铃 而是走入了书房 看了一眼书房墙壁上的挂钟 下午五点了 自己几乎睡了一整个白天 又仔细看了一下日历 还好 没有套一整天 只是睡了一个白天 书桌旁有个热水瓶 按照惯例 犀利每天早中晚都会来给自己添开水 卡伦拿起热水瓶 打开茶杯盖子 里面有放置好的茶叶 泡好茶 卡伦在书桌后坐了下来 趁着等茶凉的时间 卡伦摊开自己的右手手掌 心神微动 掌心中浮现出了一团火光 正根据自己的心意变换着各种模样 然后伴随着卡伦右眼微微一拧 火光外表被染上了一层白色 瞬间呈现出了一种圣火神圣的感觉 也就在这时 一道老者的身影出现在了卡伦的书桌前 你居然还在 卡伦有些意外 你搬家了 老者也有些意外 环视四周后 他笑道 你把我的那些书都带来了 那我自然也就跟着过来了 毕竟 精神烙印的存在 是在书里而不是在房子上 随即 老者看向卡伦掌心的圣火 当即不可思议到 你 你改信了光明 不算 卡伦摇了摇头 我知道你的体内有光明的力量 但这是我第一次在你身上 看见了光明信仰的气息 你转投了光明之神的怀抱 你有没有想过 所谓光明之神信仰的气息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某部分气息和光明之神是共同拥有的 我们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作是神赐予的 而且还对此无比感恩 老者面露苦笑 道 你又在亵渎神了 不知道何时起 老者竟然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 卡伦打开抽屉 里面放着几包烟 他现在不抽烟了 但还是会习惯在自己身上带一包烟和火机 同时自己经常在的位置也会被阿尔弗雷德预备好这个 拿起一包烟 丢在了书桌上 卡伦问道 你抽烟吗 抽的 可惜 现在的我抽不了 不过真正的我所去的那块殖民地盛产烟液 真正的我现在应该能好好享受 抽烟能让你感到快乐吗 快乐 我无法形容这种感觉 对于老烟民而言 烟草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快乐 是啊 卡伦点了点头 你不抽烟的话 原本拥有的是十分的快乐 你抽烟的话 烟里的尼古丁偷走了你五分的快乐 让你一直保持着仅剩的五分普通水平 你为了寻求快乐的提升 去抽烟 然后尼古丁借给了你三分的快乐 让你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八分的快乐 当一小段时间过去后 你又变回了五分 然后还要再去找他借 你不会去怪罪他为什么偷走了自己五分的快乐 却会感激他给予了额外的三分快乐 他明明早就偷走了本就属于你的东西 你却还要对他感恩戴德 老者沉默了 他当然听出来了卡伦到底在影射什么 卡伦拿起烟盒 把他不断翻着个 我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安慰自己需要他 我们会给自己编织各种各样的故事去劝服自己离不开他 想当然的认为 他应该就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再多的理由 再多的借口 再多的故事 以及所谓各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教 都是虚假的 你半天不抽他 你会感到难受 你一天不抽他 你会感到痛苦 等你离开他三天后 你会头痛欲裂恨 不得抽自己的巴掌 只有在这个时候 你才能清晰的认知到 你只不过是一个匍匐在他脚下的可怜奴隶 怎么说呢 我已经习惯在你这里听到这些话语 但我的内心却依旧坚定 老者笑道 可能你在神的眼里 只是一个顽皮的小羊羔 神会宽恕你的 卡伦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他清楚 当一个人不再选用理论探讨 而是用这种方式来遮盖住这个话题时 证明他的内心正在逃避 那么这个 你该如何解释呢 下一刻 卡伦右眼流转出了光明 左眼则呈现出了秩序的深邃 老者 你可以再好好想想 想想自己的内心 是否还如此的坚定 你是邪神 老者发出一声苦笑 你将我污染了 邪神只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什么 希望下次再见你时 你能说出一些和先前不同的话 所以 你是想掌控住我吗 老者问道 我最近确实想要多知道一些关于光明鱼 光明神叫现在的讯息 毕竟 当我遮住我的左眼时 谁能否认我是一名虔诚的光明信徒呢 我觉得 你快成功了 老者说道 不急 不急 按照你所说的 你已经被我污染了 就像是腌制食物一样 多存放一段时间 才能更入味 呵呵 老者留下了笑声 身影消散在这书房里 差点忘了 为了冰箱 还需要去牧园做饭 哎 卡伦叹了口气 冰箱还没搬回家 真不好意思 现在就请假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卡伦接了电话 你好 帕瓦罗丧一社 帕瓦罗审判官 我不 你是卡伦 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马洛的声音 我从范妮那里要到的你的联系方式 我准备了一些好酒以及上好的嫩牛肉 打算晚上去烧烤 你要来吗 卡伦 卡伦知道 是马洛抑制不住对自己手里那套阵法的好奇 对于真正喜欢钻研阵法的人来说 哪怕是多等待一天 也都是一种煎熬 好的 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方便 马洛问道 卡伦看了一下时间 道 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这没事 我们夜宵一般是零点后 那可以 位置呢 就是你和格瑞交流的那个工厂 格瑞和温德也都来 范妮和佩格也在 哦 还有昆西 好的 我尽量早点过来 哈哈 没事 你先忙你的 那就这样说好了 好的 挂断了电话 起身走出了书房 恰好看见普尔骑着凯文跑过来 咦 你醒了 普尔马上又问道 你浴缸里水没放掉吧 哦 忘记了 那别放了 待会儿我让多拉和多林去你浴缸里泡个澡 这对他们身体的恢复有好处 你可真是奢侈 你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有变化吗 卡伦问道 变化 你指的这个吗 普尔挥舞了一下爪子 一道火球出现 家族信仰体系一级 虽然很低 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可以试试看用猫的身体最多能修炼到第几级 因为普尔士奇在凯文背上的缘故 所以火球出现在凯文脑袋上 然后 凯文脑袋上的毛 被点着了 凯文一开始还没留意到 只是习惯性的张嘴吐着舌头憨笑着 一直到 他嗅到了一股胶味 哎呀 普尔发出一声大叫 他把唇狗点着了 卡伦伸出手 一滩水凝聚而出 直接浇中了凯文 将鸡毛淋了个湿透 没受伤 但脑袋被烧秃了一片 哎哟 不好意思啊 纯狗 没经过你同意就帮你烫了个头 凯文没责怪普尔 而是跑到远处 开始疯狂的甩动身上的水珠 甩完后才跑了回来 蹲下来 用自己的爪子扒拉着自己的脑袋 少爷 您醒了 阿尔弗雷德听到外面动静走了出来 阿尔弗雷德 让犀利把家里冰箱离我上次 包的饺子拿出来一代我要带走 你在踏印几个审判官比较感兴趣的阵法 不是那种高深灰色的 选几个你觉得有意思的 我要带走 另外 你在研习一下霍芬先生笔记里 对凯文封印的描述 等你准备好后 我尝试帮凯文解除一点封印 听到这话 凯文马上恢复了憨笑 狗头秃了也无所谓了 好的 少爷 您稍等 卡伦走到长椅上坐了下来 普尔跟着过来 跳到卡伦的腿上 问道 你呢 有没有感觉什么不一样 变化了很多 但具体的效果 我不知道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 晚上应该就知道了 阿尔弗雷德办事效率很快 卡伦才坐了一会儿 他就提着一袋 动好的水饺 和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 奔走了过来 少爷 我帮您放车上 不用了 我自己拿吧 对了 我晚上会回来的比较晚 将东西放在了车上 卡伦开车来到了青藤墓园 老萨曼没关门 正拿着大扫帚在扫着地 卡伦将车开进来停下 提着水饺下了车 这是什么 老萨曼好奇的问道 饺子 饺子 老萨曼摇摇头 好奇怪的发音 这是我最近新创的菜式 刚研究出来 特意拿过来请你品尝 哦 真的吗 真的是让我好激动 我会假装没看出来 你仅仅是想要把今晚的晚餐敷衍掉的目的 它可比你煮的通心粉要好吃多了 是吗 我不信 卡伦走进厨房开始煮水饺 然后调了三份料碟 一份是维恩人最喜欢的大酱 一份是辣酱 还有一份则是单纯的果醋 老萨曼已经摆好了小桌子 卡伦将两盘水饺端了出来 老萨曼用叉子将一个饺子送进嘴里 味道怎么样 还不错 老萨曼又继续吃第二个 第三个 本来拿起叉子的卡伦 犹豫了一下 还是又放了下来 你不吃 老萨曼一边问一边将卡伦面前的那盘饺子端到了自己面前 我晚上有个聚会 别人请客 我留点肚子 嘿嘿 这个习惯很好 还有些饺子 我放你冰箱了 卡伦说道 哦 还有多少 一百个吧 还有这么多个 我不信 你糊弄我 不信你可以自己去冰箱里数 数就数 老萨曼将烟斗拿起来 在桌上敲了敲 烟斗弥漫出一股烟雾 老萨曼伸手探进去 然后将一袋水饺拿了出来 放在了桌上 嘿 还真有这么多 你小子没骗我 老萨曼扭了扭脖子 这样吧 你明天晚上来拾开你家的灵车 把我这冰箱运回去吧 卡伦低头 看着烟斗 烟斗 树笛 你也都带走 卡伦脸上没露出兴奋之色 而是问道 这么快了吗 嗯 比预想中快的多 帕米雷斯交的代表团已经被秩序神教从安卡拉酒店里赶出来了 现在住在约克城的普通酒店里 这基本是最后的意思 现在 就看你们高层什么时候下达最终的神指 神指一下 各地的帕米雷斯教组织都会遭受清理 那我明天顺便让人过来给你两尺寸 帮你把衣服先定做一下 嗯 你喜欢什么风格的葬礼 这个 我还真没仔细思考过 那你今晚好好想一想 明天我来给你做记录 老萨曼又吃了一口饺子 点了点头 你慢慢吃 我先走了 明天我会早点过来 走吧走吧 哦 对了 你来之前 你的那位队长来过这里 他落下了一个东西 要不你去还给他 或者 反正他明天还要再来 明天我给他也是一样的 老萨曼起身走进小屋 然后拿着一张黑色的面具走了出来 卡伦伸手接过来 道 我去交给他吧 从这里去那处工厂的途中 正好会经过梧桐街附近 无非是拐进去一下的事 而且卡伦也记起来 自己定做的神袍应该也到了取货日期 把面具放队长办公室后 顺便把神袍取了吧 卡伦坐进车里 老萨曼继续坐回原处吃饺子 卡伦对着他按了三下喇叭 老萨曼生气的对着卡伦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二十多分钟后 卡伦驶入梧桐街 原本他习惯停车的位置 却发现停满了车 是在开会吗 这么多车 卡伦进去转了一圈 这么大的地方竟然没找到停车位 最后只能将车又开了出去 直接停在了公路边 不知道教无大楼附近违章停车会不会被罚款 还有 如果罚款的话用神仆证能不能报销 啪 卡伦将车门闭合 看着因为停车所以有段距离的教无大楼 只能叹了口气拿着面具向那个方向走去 刚走没几步 轰 恐怖的震感以及刺耳的轰鸣声传来 漫天的尘土飞扬 卡伦稳住身形后 惊恶地看着前方 那座高耸的秩序神教教无大楼竟然在他面前就这么 他了 他了 好